为了感情起了纠纷 众人大打出手 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多台中大理区的一处公园 双方一共十多名男子 因为男女感情问题一言不合 拿起棍棒护殴 还不断咆哮 现场巨大声响 吓坏了目击民众 大批人马大声咆哮 还不断骂出不雅字眼 众人当街上演大乱斗 徒售攻击还不够 下一秒有人进拿起棒球棍和狼牙棒 朝对方大力猛攻 惊险场面全被一旁民众看得一清二楚 他们一整群年轻人在那边 他们说有要抓我事情 深夜时分发出巨大声响 引起盘人注意 发生在10号晚上11点多 一群人为了男女感情问题 相约在台中大理 环河路和爽文路的一处公园谈判 门想到沟通解决不了问题 双方竟动手护殴 甚至拿起棍棒打架 导致双方人马纷纷挂彩 本分局控制现场后 将受伤的人员先行送往医院救治 其余人员全数带回理性案情 一眼不合就大打出手 但动手解决事情的下场 就是通通一送法办 记者林嘉明台中报道